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甜宝宝点菜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道 既开胃又让你吃了停不下来的一道开胃菜哦 它既有满满海鲜的美味 又Q弹可口哦 这一道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开胃菜 它的名字叫做五味花枝拌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看一下这道五味花枝拌怎么做吧 食材透抽约600克 姜丝适量 辣椒适量 蒜头适量 葱花适量 调味白砂糖适量 白胡椒粉适量 素蚝油适量 葱油适量 将水煮滚热水下锅 大火穿烫三至五分钟 捞起放入准备好的冰水里 冰镇冰镇后取出 准备切片 切成三到五公分的大小 再将切好的透抽放入已准备好的配料里 依序加入调味 白胡椒粉 白砂糖适量 蚝油适量 加入葱油 搅拌均匀 最后静置十五分钟 摆盘上桌 完成了 换你来 看完了这道五味花枝瓣 是不是感觉更加开胃了呢 那就先来一盘五味花枝瓣开个胃吧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甜宝宝点菜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帮我点赞哦 并且别忘了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